今天那個來賓 來賓因為要走要進出 都會經過我前面 因為我做第一排 然後謝伊鳳都在跟我們打招呼 蠻大方的 黃珊珊 張祈愷 連中東景都跟我握手 楊文柯也跟我握手 黃國昌有看到你嗎 黃國昌有看到你嗎 黃國昌經過我的時候 就面對另外一邊 這個我可以解釋 因為黃國昌對王毅川 有台大學生會長時候的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因為他當時把人家逼哭 結果他走得很快 我後面所有的人都罵我 他說阿川啦 又衝了啦 然後我一站起來 我已經不見了 你有欠衝嗎 你不是要現場跟他講這個嗎 你總之不是去拔衝啊 唯一不跟人家打招呼的 唯一就是黃國昌 對 人家連謝伊鳳 都可以跟我們打招呼 所以說我的意思是說 這黃國昌看得很沒風度 而且他還沒等到這個 賴總統出來 這個演說跟他打招呼 他忍就走了 連演說都沒有 所以我不知道他來要衝 他是在看螢幕嗎 我覺得他應該是屬於包牌型的 包牌型 就是說昨天是 群眾動員開始狂罵民進黨 然後今天來 因為柯文哲也在了 但是柯主席跟副總召的命令不一樣 所以他就來一半嘛 就是副總召 就國民黨這邊說不去 對 那民眾黨柯文哲說要去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那以現在立場還講應該要聽誰的呢 來一半 來一半 兩邊都不得罪嘛 我符合了民眾黨的指揮 然後我也符合副總召國民黨團的這樣的意思 不要侮辱我們 沒有人跟他打招呼 那黃國昌是他先離開 我就不知道你黃國昌什麼時候比柯文哲還要大 柯文哲還坐在那邊 柯文哲坐到最後 柯文哲遲到 他是8點55分 他好像跟記者講是8點半 那8點55分才匆匆忙忙進來嘛 那柯文哲遲到 但問題是柯文哲這個做到告一段落以後才離開 畢竟是在野黨好歹也是台灣第三大黨八個立委的這個黨主席嘛 那我就不知道黃國昌在記什麼啊 然後呢 那麼他就急著這個等於說要離開對不對 急著離開走過我們這邊那時候還要揮手 對面又沒有人叫你黃國昌 還沒跟你黃國昌揮手啊 那時候林玉慧林曉芳就說 是誰跟你揮手啦 他是不是知道你們在那邊直播 所以在那邊揮手 然後他就在那邊揮手啊 揮了莫名其妙 不過那我問你他為什麼要來蹭 很簡單嘛 他來蹭的原因就是為了 掌命人民進黨是巴拉動有沒有 跟民進黨免得一塌糊塗 昨天有一個支持者 我們台灣是言論自由的一個國家啦 掌有一個支持者有沒有 去買420幾的這個太陽花去現場 說黃國昌沒有背叛太陽花 他這句話講的可能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顯然背離證 黃國昌客人就沒有那個 完全沒有認同太陽花嘛 他沒有認同怎麼會有背離 他只是利用而已嘛 那至於剛剛這個林玉慧這樣說的對不對 那我們尊重啦 對 那我倒覺得謝一鋒這樣去是對的 為什麼 中國國民黨就不應該去嘛 你政府院長為什麼要去 你說 你說韓國瑜是因為他是立法院的院長 要受信 要把中華民國的國席交給這個等於說 賴清德 賴清德跟蕭美琴嘛 嗯 那他一定沒有人規定 府一定要去啊 不然你規規定為什麼要去 為什麼中國國民黨要不要順便 連那個副院長張啟臣一起 給他處理處理一下嘛對不對 不是這個樣子嘛 今天是中華民國國家的大事 除非你中國國民黨永遠不想執政 我講坦白 今天是國家的大事 今天不是賴清德跟電話這樣而已嘛 謝一鋒因為他非常有可能 那麼也是目前在彰化可能最機會最大 有辦法2026年代表國民黨選彰化現場 你要知道喔 他是要選中華的館長是要當選 不是要當選 當選委員而已嘛 我覺得那麼我贊成 因為我今天謝一鋒剛好 從我眼前走過去的時候 我扔了一下說 這不是謝一鋒嗎 因為謝一鋒的家我有去看過 所以我說今天謝一鋒 謝一鋒不是告訴你嗎 人家至少 而且他還蠻落落大方的 他至少不會像黃國昌一樣 裝作一副很多人在跟他揮手 誰跟你揮手啊 今天那個來賓 來賓因為要走要進出 都會經過我前面 因為我做第一排 然後謝一鋒都在跟我們打招呼 蠻大方的 黃珊珊 張啟凱 連中東景都跟我握手 楊文科也跟我握手 黃國昌有看到你嗎 黃國昌有看到你嗎 黃國昌經過我的時候 就面對另外一邊 這個我可以解釋 因為黃國昌對王毅川 有台大學生會長時候的 衝上後壓力症候群 因為他當時把人家逼哭 結果他走得很快 我後面所有的人都罵我 他說阿川啦 又衝了啦 然後我一站起來 已經不見了 你有欠衝嗎 你不是要現場跟他講這個嗎 你昨天不是去拔衝嗎 今天那個場合各黨的都有 因為我們也有看到柯文哲 那個王婉玉我們也有看到 台臉的都有看到 大家見面都點個頭微笑一下 今天是國家的大事 唯一不跟人家打招呼的 唯一就是黃國昌 對 人家連謝伊鳳 都可以跟我們打招呼 所以說我的意思是說 這黃國昌看得很沒風度 而且他還沒等到這個賴總統出來 叫個演說跟他打招呼 他忍就走了 對 連演說都沒有說 所以我不知道他來要演 他是怕看螢幕的 看螢幕 我以為他會發號碼排給你 看表演嗎 看表演 不是 他也沒看表演 他也沒看表演 然後就是他就走了 照道理來說 他如果要看那個 那個總統府內部的這個狀況 他不用來坐在那裡 就是說他在現場 你看直播就好啦 你看我歐直播就好 你幹嘛在那邊秀一下 對對對 他就是要提倒走了 我覺得他應該是屬於包排型的 包排型 就是說昨天是群眾動員 開始狂罵民進黨 然後今天來 因為柯文哲也在了 但是柯主席跟副總召的命令不一樣 所以他就來一半 就是副總召 就國民黨這邊說不去 那民眾黨柯文哲說要去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那以現在立場來講應該要聽誰的呢 來一半 來一半 兩邊都不得罪嘛 我符合了民眾黨的指揮 然後我也符合副總召 國民黨團的這樣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 肯定一下這種 謝一鳳委員 當然講到了 因為我看他的回應 因為王鴻威去批評說 感覺像背叛 但是謝一鳳的講法 我覺得反而很有高度 他說他希望朝野可以化解這個對立 他希望有爭議的法案都要進協商 如果國民黨團的總召是謝一鳳的話 今天朝野不用這樣子 真的有爭議的就在協商了嘛 然後化解這樣的一個朝野上的對立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還是有一些 黨團裡面還是可能還有理性的意見 像謝一鳳這樣的意見 那今天我也在現場 管理 那我發現有兩件事情 總統講到兩件事情 他其實是最大的一個民眾的呼應 就是說 因為我坐在那一區旁邊都是外賓 全部都是外國人 所以他們其實對於民眾的歡呼 他們就很仔細在看 為什麼民眾會有歡呼 第一個事情是什麼 他在講到說 現在三黨不過半 因為他們都集齊翻譯 三黨不過半的情況之下 國會要遵守程序正義 那個現場馬上歡呼 歡呼 我想外賓一定是在想 他聽翻譯一定覺得 原來台灣現在有程序不正義的問題 要嚴守程序正義 第二個事情其實就延續以前 蔡總統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說 他增加了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國民主權把那個範圍限定出來 這一段 當互不隸屬講出來的時候 下面也是歡呼 那我們看蔡總統今天離開的時候 要不 等於是總統 新任的總統賴清德跟副總統蕭美琴陪同 這個蔡英文前總統出來的時候 我看美琴有四類 那美琴這個四類其實是蠻感動的 那蔡總統其實在國際上面的評價 這是卸任之前所媒體的訪問 那個是包括在BBC的訪問 他是講說 他採訪的評價是說 台灣難能可貴的捍衛者 讓台灣擁有中共欠缺的軟實力 是鋼鐵領袖 哇他下標是鋼鐵領袖 下面這一個是什麼 這個是法國世界報 他直接給蔡英文總統下的評價是 帶給台灣走過風暴 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這個是法國的評價 那再來這個是什麼 CNN這個是美國媒體 美國媒體下的標是什麼 他說讓台灣展露頭角 對抗中國的領袖 那是CNN的評價 再來這一個 這個是日經亞洲 他裡面講說 蔡英文 讚蔡英文是堅毅促進台灣地位 引領民主變革 這是世界上面對台灣的肯定 也是對蔡總統的評價 那今天來的 其實還有值得觀察的是哪些 就是說 這是美國派的是跨黨派 這是遠見雜誌的報導 派的是跨黨派的特使團 包括裡面有現任總統拜登 跟共和黨 可能競爭者的川普 都派原來 那也包括說日本 也是朝野黨派 跨黨派派原來 這個是遠見雜誌的報導 所以很清楚是說 當全球民主國家 其實跟台灣站在一起說 台灣的民主非常重要 台灣堅守程序正義也好 或者台灣認為 我們依照目前的憲法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看得到是什麼 中國還是在搞小動作啊 中國要發佈說要制裁 然後制裁是什麼 美國企業 你對台灣如果有軍售的話 我要制裁 那一些小動作 其實媒體也是有報導 但是我要這樣子講 全球 如果站在全球的這個趨勢來看 不論是美國派出跨黨派的特使團 日本也是重量級的議員來 這個都是代表國際上面 對台灣民主成就上面的肯定 而中國這個小動作 其實也是彰顯說 目前現階段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做的對民主上面的 一個負面的一個示範 好